美女夫妻 相传姚帝很器重顺 就将两个女儿双双许配给顺 顺感激之情未言表 公开场合称姚为天子 私下随妻子称姚为帝妇 但总觉得这样称呼 不能完全表达内心的崇敬 而且跟妻子对姚的称呼 没有区别 为此苦恼不宜 这一日 姚帝邪秦臣东寻泰山 奉天子之意 今将刻有唐瑶善位于于顺字样的石碑 埋于泰山之巅 以为历史及见证 岳父老泰山在上 请受儿臣百拜 从那时起 丈人 泰山的称呼就流传开来 当然 老百姓还有一种习惯的称呼 叫做老丈人 岳父 女婿 丈人 姑爷 从古至今 但凡姑爷想要报得美人归 总要先过老丈人这一关 老爷 人带到啦 老爷 人带到啦 打开 你就是王头官啊 你小子有福啊 男闺女相助你了 知道不 从今往后你就是男闺女了 知道不 那么黑山寨好是家族 有个诡句 知道不 不许离婚 只能丧偶 从古至今 女婿在岳父面前 永远都是弱势群体 要想当女婿 先得当孙子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了 你把别人情人抢走了 那情敌对你好得了吗 你们瞅瞅 有这样不讲理的岳父大人吗 师父 您是要把火锅蜜蜂传给我没 蜜蜂 蜜蜂 您说 传绿不穿外 别要是像样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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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吗 别了你世界 师父 师父 如何对待女婿 那可是个技术活 既要盛情拉拢 又要小心设放 既要宠爱有加 又要恩威并举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恶其体肤 累其筋骨 对待岳父 也绝不能调以轻心 既要满怀静怀 又要提高久屈 既要留须拍马 又要有点脾气 动不动还得来一个 偷梁换柱 剑风插针 笑里藏刀苦肉炸香 姑爷和老丈人之间 难道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没有战争 哪儿来的和平 那咱们 走着瞧 不是 真的 不是 护车 有你 这种 Conse ces 不错 天呐 致力于为各位二九龄式 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 高品质葡萄茄 让您服务清晰 就能仿佛身临其境般地 感受到法国布尔多的阳光 谭尼妹 今天刚从法国全国 共享过来的重量器人物 西班牙不瓦罗和汉的芳香 你感受到的是一股辛辣 且刺激的香味 请跟我一起来 慢慢地品尝一下 这杯酒是产自西班牙的奥金医院 它兼替了斗鸣市的登报 佛罗宁的姊妹 所以人们啊 给它取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雅宁 情人酒 到了 到了 碧桂园七瓦送八十八号 记住了 你干吗呢 来了 准备好了吗 什么玩意 几 几只鸟 什么东西 别紧张啊 紧张什么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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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没烂吧 好 没什么的 行啊 老公 我跟你说个事啊 别说 我爸没在家 开门吧 好办 吓死我了 密码锁 非礼无事 你远点 零九九三零零九 零九九三零九 我进了 用换鞋吗 放那儿就行 放那儿就行 先别换鞋了 都没得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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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 我去给你盗杯谁啊 世界珍稀鸟类分布图 那谁吧 看来你爸真的是鸟类专家呀 如果说刚才的那一杯 奥古门销是勤连酒 那这一杯奥古门销 就是原配酒 它拥有的是一种经历 岁月打磨过后的成熟 徐志小姐 如果情人和老婆 只能二选其一 请问徐小姐 你认为一个男人 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情人固然诱人 但伤重极势 只有家中的老婆才酒而醇香 如果男人 大哥 大哥 我好了 怎么了 那个女嘉宾在来的路上发心脏病了 我早就说过这种患有严重疾病的人 就不应该请 幸亏是在路上 正要是在节目现场 算谁的 现在人没事了 但咱这怎么办呀 赶快请别的嘉宾啊 不是 这这么老远了 上哪儿请你啊 不要去 所以 请在场的所有的朋友 跟我一起吃起这杯 生日快乐的肉 干杯 小伙儿眼光还行 这眼神不太好 这两位 每个 爸还挺神秘的 这就是一张照片 我爸 我爸年轻的时候 耿麻有几张合影 我现在都找不到了 没关系 再神 我对付老人 那都是有没套的 佳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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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总 总部这次排你回国 实在是太英明了 你才刚一演讲完 很多客户 都当场和我签下了订单 我们集团进入中国市场 徐总监可是立了手工啊 听 徐小姐一席话 如饮一杯 春香美酒 受益肥浅 徐总监 你也知道 雷老师最新一席的墨迹戏团 是咱们集团赞助的 我们公司呢 也想借着雷老师和他起目的影响力 来帮助推广我们的葡萄酒 忠实程度可见一斑哪 这些我都知道啊 要不 萧总 您说重点吧 重点就是 帮忙救个场 老公 帮我开下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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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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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叔叔好 小伙子挺有礼貌的啊 可认错人了 那徐叔叔在这儿呢 老许啊 未来的姑娘 共和你打架呢 先回去了啊 好 好 好 来爸 你回来了 累不累 爸爸 这是网闯 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 我那个男朋友 是 叔叔您 您辛苦了 累不累啊 来 过来 过来坐 那个 房主啊 帮爸爸把东西放到二楼 哦 对对对 行行行 爸 累不累啊 我脑袁所的照片怎么没有了 那个照片啊 让我甩碎了 你也甩碎了 我甩碎的 那鸟儿 我来吧 不用 叔叔 不用 我可以的 我行 去去去 老妈 咋开上去啊 去吧去吧 叔叔 这东西放哪儿啊 就放哪儿吧 哎 我去 哎 好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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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小心一点好不好 这鸟都是很珍贵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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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鸟标本都是我精心制作的 有些鸟泽已经灭绝了 刚才楼下镜块是不是你打碎的 我 我 叔叔 叔叔 是不是 我不小心 不小心 你不觉得你的解释很乏力吗 难道你还想故意把那镜块打碎吗 我错了 叔叔 我 我错了 许小姐 这是合同 您看一下 这节目还要签合同啊 例行公事 您不放心就看看 许小姐 我简单说 你简单听 墨迹契谈是我工作室和优势网联合打造的 完全在网络平台播出的话题性栏目 是 话题性栏目 不是话题性栏目 你 你不要误会 许小姐 合同 谢谢许小姐 每期一个热门话题 道场嘉宾可以自由阐述观点 今天这期节目有些特殊 因为是你们罗瓦和谷集团全力赞助 为了保证网络点击量 达到谷集团所期许的广告效应 我们决定在节目中 首次采用辩论的形式 道场嘉宾分正反两方 对话题进行辩论 不过我们毕竟是娱乐节目 所以许小姐在录制中 不必过于拘谨和严肃 可以畅所欲言 那万一我说错话 你们能播出吗 只管讲 怎么播出是我们的事 只要你记住 你是一个美女 叔叔 您 您这什么鸟 龙头土鸡 和加二级保护肚 野外受伤了 我们这次考察我把她带回来 把她伤好了 恢复了体力 我再给她放飞 好看 好看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你慢点 叔叔啊 这是猫屎咖啡吧 您这咖啡专家呀 这可珍贵啊 这是鸟饭标本 也是非常珍贵的 这是鸟饭标本 你还有事吗 那那我先下楼了 您有事您叫我 我先出去了 不走 墨迹奇谈谈天说地 大家好 我是雷达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墨迹奇谈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当今社会应该是 男主外 女主内 还是女主外 男主内 从文化含义上来讲 男主外 女主内 这是咱们中华民族 传承千年的优秀传统 自古以来 男人安邦治国平天下 女人在家相夫教子恪守复导 这种男女角色的定位 那是历史所决定的 绝对不能颠倒 小王在哪儿高就啊 叔叔 我是小干事 已经工作两年了 现在在本市最大的聚委会 卓达社区聚委会工作 聚委会 对呀 爸 吃个葡萄 来 我不吃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我二十三了 多大 我 我今年二十三岁了 比你小啊 比我小一点 叔叔 有什么问题吗 做女人的乐趣在哪里 男人的爱体现在哪里 瞧 好 在这里 做女人的乐趣不是赚钱 是花钱 男人在外面赚钱负责养家 女人只负责貌美如花 谁让男人有爱美之心呢 既然如此 那他们就应该用心去浇灌 我们这些美丽的花朵 好 我记得美国女歌唱家塔克 曾经这样论述 女人不同时期的需要 他说一个女人 从出生到十八岁 需要一个好的父母 十八岁到三十五岁 需要较好的容颜 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 需要的是良好的个性 五十五岁之后需要的就是钞票 出生和父母无法选择 自然规律和老去的容颜 也是无法改变的 唯一自己能够自主的 就是骄傲的人格 和强大的工作生存能力 一个真正的女人 一定要懂得不能被社会淘汰 而且一定要记住 是自己选择男人 而不是等待男人来选择自己 好 这个组织还真是杀人不见血 我这个包 是花我自己的钱 在巴黎买的 我应该没有记错 这个包应该是限量款 全球只发售一百个 我有幸成了买了这个包的 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而且这个包里 刻了我自己的名牌 那输人家包 我只想说 女人爱自己 要比男人爱的更加货真价实 原来呀 你背的是个A货 还出来丢人现眼 快回去问问那个爱你的男人吧 你 我什么我 她干吗去 这好多照片我都没看到过 这张照片 我正好二十三岁 能看出我趴在那儿干什么的吗 干什么呀 这真不知道 丝入鸡鸟粪 其实我让你看这些照片哪 就想跟你说明一个道理 年轻人 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要从 最基础 最扎实的地方 去入手 对 不能 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很能了解你现在的心情 一个小居委会的小干事 心高气傲 心比天高 觉得命比纸薄 没有出头之日 这些想法没必要有 对 阿建 葡萄特媒体 叔叔 您可能有点误会 我并没有觉得 我的居委会工作有什么不好 反倒我现在非常喜欢我的职业 我觉得我在我的岗位上 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我爸的意思是 说的意思我明白 但是我的意思可能叔叔还不太懂 不过没关系 现在啊 确实有一些居民的观念 比较臣服 对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有严重的 不了解的情况 正常 说话挺策略啊 还差摄影的 说我臣服 是 叔叔 我刚才 真没有说您的意思啊 但是我觉得吧 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当中都在行 比如 帕阿罗蒂 不可能 不可能思考出来相对论 爱因斯坦 也不可能连续唱十个高音 对吧 这个 像您不了解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工作 也很正常 正常 我也没必要了解 光研究鸟已经把我累得够强 不过鸟类世界比人类世界精彩多了 是 在您的立场上 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 但是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您的职业对我来讲也毫无意义 就像您刚才那只鸟 您把它看作西式珍宝 可在我看来 就是一只不会下单的老母鸡 没什么两样 我 我只是表达我的看法 我实事求是 欢迎回来 我是代班主持人壮壮 由于上半场 正方一位选手退场 所以我们迎来了一位 重量级的替补选手 他就是我们墨迹奇谈的主持人 雷达老师 谢谢 徐小姐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请问 想必你平时工作一定很忙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所有家务 都是你丈夫来做咯 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要经常出国 所以家里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由我丈夫来打理 徐小姐有没有想过 男主外 女主内 是稳定婚姻的外在形式 一旦这种关系倒置 婚姻将会出现危机 这是一个男女设费分工 充分调整的时代 一个家庭里 男人和女人的角色 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婚姻是否出现危机 并不取决于男主外还是女主外 理解 信任和心灵上的沟通 才是一个家庭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你的座真好 厉害 隐身 我想请问徐小姐 假设如果你的丈夫 在外有了情人 你会怎么样 我想再次提醒你 不要拿我的个人隐私来进行讨论 你这是在回避问题 徐小姐 你经常出国工作 跟你的丈夫 长期面临两地分居 一个男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担当起家庭妇女的角色 这种局面 注定导致两种结果 第一 她的妻子越优秀 就越会嫌弃她 最后将她抛弃 第二 她的老婆成了 让她感到窒息的阴影 让她想逃离 结果 不是她出轨 就是她先提出离婚 正方的言辞太荒谬了 更荒谬的是你那双看世界的眼睛 在你的价值观里 女人是卖萌爱美 带孩子洗衣做饭的人 英国人卡尔·波普尔说 与其 与一个冷漠无情的 聪明女子结婚 务你和一个 多情鲁顿的女人结婚 博洋先生还说过呢 女人跟男人一样 也是人 也是一个独立的人 女人有权力 拒绝大男子杀文主 女人有拒绝做男人副出品的权利 女人有拒绝男人 骑在头上耀武扬威的权利 女人还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 你要是这么说 我倒真的有点为你的丈夫担心 我们好得很 太监就不用操皇上的心了 两位的辩论非常精彩 让我们再看一下 一百位网络观察员的支持情况 请坐 支持正方的是五十位 支持反方的也是五十位 五十比五十 平局 我还有话要说 请说 雷老师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礼尚往来 当然可以 你结婚了吗 这个 你有女朋友吗 那我真的想不通了 你那种自以为是的勇气 是哪里来的 难怪萨歇尔夫人 从事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之后 他懂得了一个道理 男人绝对不是一种 讲得通道理 或者很讲理的性别 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自恋狂 一辈子就打光棍吧 忘了告诉你 刚才最后一句话是我说的 那个节目还没录完呢 老婆 我朋友的妈妈突然生命进医院了 我现在医院帮忙碎 把任务都回家了 你工作完早上选项 改变谈 薛妖姐 我们雷老师在节目上说的话 纯属节目效果逢场作戏 对您个人真的没有任何呈现 你可千万别当真 节目下来咱们照样是朋友 看你们这行都这样是吧 话题不尖锐 没有网络点击率 这是平台的要搅再说了 我们也好向你们法国总部的 金主爸爸交差啊 可真够没有底线的 不是 姐 我亲姐 你想怎么说我们都成 但是咱节目还没录完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啊 姐 您就醒醒啊 跟我一会儿回去吧 快快下来 这儿好漂亮 你要怎么奖励我呀 你下来呀 好啊 我下来啦 你下来呀 放着你 你下来呀 大老虎来啦 阿龙 福君上じゃない啊 hosp君上 老虎 李莫 答不 Relax 老虎 哪啊 יכ 别瞎啊 你先 李莫里莫 你别吓我 李莫 快点 在外面 ètres 你给我 快点 走 里莫 �� 入 下一 Spin Nice 好了 好了 快 走 走 走 快 走 走 走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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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亲爱的 生日快乐 好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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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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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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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误会 老婆 你听我给你解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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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给你解释 大哥 你真是太牛了 我对你佩服真是无体投地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找人找哪儿去了 电话里解释不清楚 你快过来吧 有好戏看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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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不是在医院看护病人吗 他就是你的病人 他就是我一个普通的朋友 这些天 他 他失恋了 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我怕你多心疏愉 我才发微信跟你说这个事的 那我是白痴吗 老婆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跟你发誓 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啊 什么都没发生啊 什么都没发生啊 那是我换了你们的好事了 老婆 你别这么说呀 一直就是他 是不是 李牧 李牧 之前在电话里怎么说好了 你跟我保证 在我回国之前 一定把皮肤擦干净了 我也答应你 只要你真的做到了 我对过去的事情既往不久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是不是 是 我承认 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导致我们两地分居 所以我尽量地理解你 背着我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你的一时冲动 我特地跟总部 申请把我调捕回孔 就是为了缓和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为了这个家 我尽量做到了最大程度上的 忍让和努力 而你呢 直到我回来 还在这里跟我撒谎 还在这里跟别的女人勾三打四 老婆 对不起 老婆 老婆 放开我 我要跟你离婚 老婆 你不能跟我离婚啊 我离不开你 当然离不开我 你看我 谁养你呢 我求求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放开你的脏手 老婆 老婆 林某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 我这不是在寻找离婚的 嘘嘘我这呢 你不是说你跟他 早就没有感情了吗 那你还在等什么 我先送你回家 走 怎么 坐在心虚了 合法了不就不用害怕了 我不管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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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回房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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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你到底怎么回事 大哥 全被你说中了 真是内生如稀啊 我 我再干一个啊 等会儿 小婉 你很年轻 我希望你对婚姻能够严肃一点 你能不能对我女儿一辈子好 这个问题你想清楚了没有 如果做不到 这杯酒可不那么容易喝 还是酒没喝到位 我连个安三个 行不行 这孩子没听明白 他没懂我话的意思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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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奶奶说过 不与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那就是耍流氓 我今天来干吗来了 我来谈婚论嫁来了 您不让我谈 那您是让我跟您女儿耍着忙 是吗 三国长 你怎么说话呢 你的家长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就是这么教育你 跟长辈说话的吗 在我们家啊 真理最大 叔叔 我只知道我为了这次拜见你 我提前一个月做足了准备 您呢 姗姗来迟 毫无待可知道 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俩到底是谁对待 威威儿的婚姻大事不严肃了 我问 威威每个月哪号来立价 您爱记得吗 威威长期低头玩手机 有严重的紧追病 您知道吗 威威最爱吃披萨 最喜欢吃的甜食是提拉米苏 您知道吗 是您爱威威更多一点 还是我爱威威更多一点 是您这个父亲爱女儿更多一点 还是爱那楼上那个什么什么 下不出蛋来的那个母鸡多一点 不管您承不承认 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您未来的姑爷儿 许葳的丈夫 因为我有信心承许葳一辈子 这就是真理 我干了您随意 去吧 去吧 fele 我也告诉你我的真理 你想娶我的女儿许葳 我不同意 你 王朝 姐 姐夫 老婆 老婆 咱们先回家 有话好好说 我跟你没话说 李莫我告诉你 我必须跟你离婚 老婆 老婆 姐夫怎么回事啊这事 爸 爸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跟你发誓 我从现在开始 就跟这个女的断绝关系 再也不来往了 你先回去吧 爸 你已经明白我的话呀 走 来 姐夫 姐夫 我 我是你妹夫 王闯 薇薇说了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和薇薇以后一定 像你和大姐一样 做一个NF戚 行 喝多了吗 喝两杯 我给你向你去去敬 不是 进来那边 走走走 喝两杯 我给你向您去去敬 来来来 喝两杯 喝两杯 都给我回 这也太奇葩了 白天的时候 我还挺羡慕她的呢 想着以后也要成为 像她这样的独立女性 转眼着就打了脸 你说她跟她老公回去 该怎么闹啊 就打住吧 小雷 你这颗八卦的心 什么时候能改一下啊 大庄 这期内容没多大问题 时长合适吗 时长还差八分钟 片尾加点录制花絮 就差不多了 大哥 这个 网站跟咱们要网络 网络点击率 这么灌水能成吗 我差点忘了 我一哥们儿的节目 今晚录通宵 我得过去帮忙去 这期节目没大问题 你就看着办吧 明晚不用给我看了 直接发网站就行了 我先走了啊 大哥 我真没想到 这个李莫是这样的人 解亏你还对她那么好 当时炒股失败了 要不然你替她还钱 她早跳楼了她 她 她什么人啊 你太不值得了 除了这样的事情生气会生气 朕说到离婚上呢 决定不能做得太早转 你在国外 她在国内 难免她会做出点错事 爸 你啥意思啊 两题分剧 就能成为出轨的理由了是吗 我 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 让你写写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给过她机会 她自己没有珍惜 你 你是 你是早发现我 半年前就发现了 我以为 她会悬崖勒马 我就原谅她 我这次回国 也是为了挽回我们俩的婚姻 但是现在 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累了 我累了 干嘛呀 李亮 大但是辛苦了 喂 小玩 大哥 咱们最新一期莫及棋盘刚上线 点击率就突破了三百万 各大网站都卖疯了 现在还在市�Л上升 廣张那边都满一汽了 这些上升 广场那边都满一集了 三百万 你干吗呀 我这种吃饭呢 你又想我了 赶紧上网看看 出大事了 不是 你什么事这么紧张 看最新一期的墨性其他 看网友的评论 行行 我知道了 我赶紧看 他就是我一个普通的朋友 这些人他是 我去 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的老公 也是够了 这女的也真够傻的 还在节目里大秀自己男主妹 女主卖的幸福生活 后面起火了都不知道 这事发生不是真的吧 怎么能把这种视频放到节目里 谁让你这么干的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了 不是 你跟我说 让我自己开始办了 那你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啊 这叫侵犯别人隐私 知道吗 我本来是按照你的意愿 做的上传到网站 但是人家说内容不充实 不让播 然后时间实在太紧了 我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 重新剪辑好 你当时在演播室 又不能联系你 我就想手里正常有这个视频 之所以就 达哥 你也不能 这个完全怪大壮吧 他也是为了咱们这个节目好啊 再说了 这节目不是火了吗 节目火了 人怎么办 连达 连达在不在 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许致的父亲 我叫徐北洋 您先休息一下 我马上去通知我们领导 达哥 有一个老头叫徐北洋 说是许致的父亲 许致的父亲